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長江52号 但一街發生這樣還原現場 我們今天來到了 是在新北市淡水 這個清水岩祖師 要繞住一年一度的活動 看起來真的是相當熱鬧 還有非常多的民眾呢 在旁邊的來觀看 但是其實在昨天晚上 居然是發生一起鬥案件 因為我們看到 其實各自的鎮頭 他們都有所謂他們的制服 但是昨天就有一組鎮頭 他們規定好 要穿粉紅色的T恤 那邊想到有人穿的白色T恤 其實都是自己人啊 但是一進去之後 卻被以為是亂入 居然是發生了流血的鬥毆衝突 而且過程當中 還有拿出折疊刀來揮舞 不過好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就是迅速的被警方給壓制 而案發的現場 我們可以看到 就在前方 還是有非常多民眾 非常熱鬧的情況 前方在更前面 靠近派出所的附近 就發生了這一起的流血衝突 我們實際帶大家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案發現場 就在記者右手邊的 這個停車場 現場還是非常的熱鬧 像是什麼事情 有沒有發生過一樣 但可以發現旁邊呢 有非常多的警察 以及民防在現場守候 主要就是因為呢 這個昨天的 遶境活動發生了 肢體流血衝突 因此其實警方呢 有幾個制勝的關鍵 主要就是因為 第一個警方在這個現場 其實他都有掌握他們的 遶境路線 因此都有註點的來守候 只要一發生有情況 不最近立刻拿起無線電來通報 另外一個關鍵呢 是警方立刻出動了大批的快打警令 到現場 將八名的知識分子 統統帶回派出所內 那到底派出所多近的案發現場 在記者右手邊 派出所 這不是成功使能距離的問題喔 這根本就是在對面 一直警方出動快打批的 只要30秒時間 就可以迅速制服 那麼最特別 最關鍵之一的成功要件呢 其實就是因為 警方這一次出動的是辣椒水 這辣椒水情況是怎麼樣呢 我們實際用保鮮膜來做測試 我們現在就實際來到派出所旁邊呢 帶大家用第一視角做好這個萬全的防護之後呢 來看看被辣椒水給噴到會是怎麼樣的情況 雖然說這個辣椒水剛剛不是直接對我噴 不過我剛剛的手還是有稍微的被噴到 而且可以感受到這個空氣中有種刺鼻的味道 而且皮膚這邊有種麻麻的感覺 其實不能這個辣椒水的威力真的是不容小覷 我們就實際來問一下元景說呢 這個辣椒水我們一般在使用的時候啊 相較於其他如果說我們用開槍來制服 是有什麼樣的優點存在 相較於開槍後使用辣椒水可以避免知識者 或是旁邊的民眾受到無辜的傷害 也可以將傷害降到最低 那這樣你們在使用辣椒水上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我們會注意那個噴射的方向跟風向 確保可以使其他人的傷害降到最低的 通過今天的例子當中呢 為什麼警方在第一時間可以將這一期的公廟鬥毆案件 給迅速制服喔 可以說這個辣椒水是非常關鍵的出奇制勝最佳的例子 有什麼樣的